一些暴力的條件 完全是因為103萬市民走上街頭之後 政府發出的新聞稿 給大家看到林鄭月娥的政府 有幾個冷血 幾個自治民意 完全當103萬市民是無料到 繼續謙虧 明天就將八百上台 正上大會 所以才會激起這麼多年輕人出來抗爭 所以如果有任何暴力原因 只可以虧走一個就是林鄭月娥 你心腸太狠 心腸太難 我請你拿回小小小小憐憫的心腸 記得所有香港市民 我們的路口 如果你真是聽話的話 你要出來親自解話 而不是連議員都不見 連議員都要塞走清理你的門戶 這是一個非常狠毒的心腸 請你作為一位母親 作為一位女性 作為香港特首 扶起你對香港市民的責任 在香港進入最危險的時候 請你出來叫停 遲回過法 香港才會有未來 這個是民主黨對林鄭特首最後的呼吸 我們希望林鄭在最後關頭 遲回過法 慢慢再進去 不要搞亂香港 我們都不想見到任何暴力的場面 不想有警察受傷 更加不想有市民受傷 更加不想香港受傷流血 所以我們今天走上來 是想和林鄭特首對話 很可惜她連議員都不見 這一個是一個她正在和議員抗戀 她正在和市民抗戀的特首 我們是表示強烈的遺憾和抗戀 呼籲市民 再在明天集結立法會 表達我們的老後 要求林鄭冤過 你都說要求林鄭千輩國發 反授的 放下發 要求對話 你都在那裡示威 你不知了 為何會過不了 根本沒有人在 示威區沒有離公那麼遠 沒有可能特首會見到我們 你的警力是否合理 我想問你的警力是否合理 是不是在政門 特首就怕我們 哪條法例 我再說最後一次我不再爭辯 我只是想知道哪條法例 我們違反哪條法例 你要用武力而守我們 我請你說我們違反了哪條法例 我請你說 剛才你站的位置 在行人路上 是造成阻塞的 剛才一個行人都沒有走過 所以 一架車都沒有阻過 指定示威區 東襲那裡示威 但是你們也不想 所以才遵遵而離 指定示威區 在禮賓府的後門 沒有離公那麼遠 你根本就是怕林鄭尷尬 你回來 你不敢跟我們說嗎 我們犯了哪條法例 警方高級督察 蔡棟鴻 南拳好似 南拳好似 將我們驅離 合法的示威 他偏向是UI 34135 高級督察 蔡棟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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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他的照片 這是他的照片 這裡有監禁會前成員 或者這個 我們剛才在和平集會 我們會正式投稿 有人在行人路過 我們會讓他們過 你不是叫我們讓回行人通道 你直接趕我們走 你不是叫我們讓人通道出來 你在這裏濫權 一來到就要我們走 你在這裏濫權 違法濫權 蔡棟鴻 高級督察 你是警隊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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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棟鴻 已經影響了 當選不是警隊ológicogu decided 其實是警隊機 efendim 智慧 反送中 高措法 舒服 辰是警隊的人 陸 sermon 刺梅草案 反送中 強惡法 林鄭低華 刺梅草案 刺梅草案 我請林鄭月娥 如果你透過傳媒草案 你的同事聽到我們的聲音 我請你不要再歸縮 我請你明天回來跟我們 對話 要夾不夾他走 夾我們走 你這樣扮演 他按鐘就行 他按鐘就行 知道有朋友在耳朵 我們一說到現場的情況 我們今天有九位民主派議員 來到林鄭的禮賓府 很簡單,我們要求她說 因為你的林鄭月娥明天早 原會有個答問會 你不來的話 我們九位立法會議員 就來到你門口找你對話 很簡單 在這個過程裏面 一透過直播會見到 其實在過程裏面 各有一些對樣欠人 簡單而言 我們在行人爐上 在過程裏面 我亦都問過 當區那個 現在在這裏做In Charge 的SIR 三次問他 你引用什麼法令 驅趕我們 答不出 但他使用了這個武力 我們現場是有監警會 我相信他稍後 會作出一個正式的投訴 正式的投訴 想出庭 亦都已經記錄了 相關 額上的資料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同一個立法會議員 講法律 這個是很可笑的 因為我們跟著 就問了你三次 清楚用哪條法令 你要答到我 用什麼法令 答不到 就不可以說 我們有權控制 那個遊行集會示威 我們人數不夠30人 我們不是一個集會 簡單而言 29人以下的話 我們人不是集會 我們來找人 我們來找人 所以呢 我可能交給黃碧桓 講幾句 他可能會更加熟 因為他始終做過監警會 可能要靠過網友 我們今天是來和平請願的 我們人數也沒有超過公安條例規限的人數 我們今天只有九位立法會議員在這裡 我們都是採取和平的請願 是要求跟林鄭對話 作為一個特首 立法會議員求見 還有九位來到他門口 都要趕我們走 是不合法的 所以警員剛才私用的武力 劫我們每一個人走 中間已經是出了問題 因為講來講去講不到我們犯了哪條法 我們是來和平請願 來找林鄭月娥的 我們都沒有阻礙行人的出入 我們都聽了警方的指示 走了上行人路 所以林鄭月娥的車回來的話 我們是不會擋住她的 我們不會阻礙車的 也都沒有阻礙行人 真正阻礙行人的 其實是警察自己在阻礙行人 不是車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觸犯任何條例 這樣的情況下 驅港議員 去到一個沒什麼人出入的地方 其實是違反了《基本法》給我們的權利 另外也是警方是不合法地使用了 驅港議員的那個權力的 我們是會考慮正式作出投訴的 跟CAPO和IPCC 監警會和投訴警察科 請警方在她行使權力的時候 講得清楚議員或者市民違反什麼法律 才好使用她們武力清場 所以呢 因為碧雲她本身是前監警會的 她有強勁 就是有非常熟悉的 我們想強調 今天我們不是不知道的 我們是很清楚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我們要求對話 我們人不多 九個議員 我知道有幾個朋友可以說說的 許智峰幫忙說說 許智峰先說了 OK 智峰先說幾句 當林鄭月娥還口口聲聲說 她要是聆聽市民的意見 但是今天就見到 她所謂的聆聽意見就是編庭 她所謂的聆聽就是不聽一百萬市民的意見 她所謂的聆聽就是動用大量的警力去阻止立法會議員來到禮賓府的門口和平向她表達要求對話的訴求 當林鄭月娥連向民選議員對話都覺得是浪費的時間 大家就會見到林鄭月娥那種的假人假疑 那種的目中無人 那種的除了是共產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妹仔之外 眼中無人的說話 任何人的說話 她都不用理會 不用聽 送中的惡法 有一百萬的香港市民 出了來 用汗水和腳步 去表達她的憂慮 但是她是完全自若網民 大家叫她停一停 想一想 她都不肯 她就說一定要在六月底之前是通過惡法 現在梁君彥就說了要在明天後日下個禮拜一二三四就要審結這一條惡法了 這一個就是最切頭切尾政府和建制派互相勾結出賣香港人利益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一定要記住所有投票支持引渡惡法的建制派議員和她政黨 第二 所有的香港市民 都要用盡她自己不同的方法 去表達我們的憤怒 第三 有工會 有教師的團體 教育團體 呼籲罷課 罷工 罷市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參與 多謝 阿智峰 今天是很大雨 但是幾大雨都好 我們都要上來禮賓府找林鄭 因為香港已經在一個很危急很危急很關鍵的時候 香港就快要崩潰了 香港玩完了 所以我們盡我們最後的努力 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但是我們都出來 接下來一個星期可能都會很大雨 這個審議的時候 我請香港人都好像我們這樣 凹雨就凹雨 香港還有幾次機會 可以去發聲 可以去抵擋 當我們還有一些分自由的時候 我請大家香港行使出來 因為林鄭 我們的威權的政府 是不懼怕民主派 不懼怕民選的議員 但是她懼怕民意 所以她才會今天躲起來 不敢回家 所以她才會躲起來 不來特首的答問大會 既然林鄭這麼怕民意 香港市民 我們用民意告訴政府 我們用人數告訴政府 我們在裡面包圍立法會 包圍禮賓府 接下來一個星期 靠大家 我們內應外合 多謝大家 還有林卓廷剛才 很穩妥地完成了整個投訴 她將會 各位香港人 香港已經去到危急存亡的關頭 我們已經退無可退 我們民主黨 鄭重呼籲所有香港市民 你熱愛香港的 請你站出來 在今日開始 參與我們的抗爭運動 全民一起參與 一起要表達最強烈的抗議 在2003年 我們市民 曾經一起 造就香港第一次的奇蹟 我希望 可以在接下來 下個星期 我們香港人 再做多一次奇蹟 向林鄭政府說不 向鄂白說不 希望大家 一定要站出來 守護我們的家園 守護我們的法治 絕對不可以 給大陸式的 惡劣法制 侵害香港 拜託大家 多謝 我做個小總結 就是 現在我們在這裡 是希望找林鄭對話的 因為我們明天 是取消了達文大會 我希望大家看直播的朋友 幫忙做一件事 按分享 幫忙分享這段影片出去 因為我們讓大家看得到 幾個立法會議員 手無寸的 上來找林鄭 結果是有什麼情況的 還有大家要記得 天日很差 不要大雨 但是明天 我們知道晚上是有假的 明天晚上 我們知道 明天晚上 就希望表決這個立法會議員 我們拜託各位香港市民 我們陳書丹八角 那麼多位香港市民 我們無邏補退的了 希望香港人能夠集結 盡力去來到集會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繼續去跟進整件事 和我們要去接應其他兄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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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票在一起,好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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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可以了嗎? - 口聲,好嗎? 今天我們一班民主派的議員 我們十個人左右 來到禮賓府 是提出跟林鄭對話 要求撤門惡法 我們很清楚 那麼當前的香港 已經是面對一個很危足的政法 因此民主派 希望林鄭月娥能夠懸崖立馬 希望能夠盡我們最後的一分力 是請林鄭和我們的對話 令到惡法可以撤門 令到我們社會 在這個這麼危險的邊緣 能夠懸崖立馬 我們來到禮賓府 警方就請我們 是要離開禮賓府的車路入口 我們和他有一段的理論之後 也都接受了 因為希望能夠做好這個工作 去到行人路的時間 突然之間有另一個很高 有一個高級的方法來到 他就說要將我們 是要趕下去 所謂的東閘示威區 令到林鄭 和所有的政府官員 是連見到我們示威 都是非常之艱難 這一個就是林鄭所謂 他要聆聽民意的手段和方法 他要聆聽的方法 就是要在很多很多的警方的保護之下 拒絕之下 他要躲在一個後台那裡 才敢見人 林鄭是和整個香港社會 失去聯絡 失聯 不是connect 所以我們在這裡 呼籲所有香港市民 為自己 為下一代 我們大家都要 在大家的崗位上面 盡最大的努力 去拒絕惡法 表達我們對這條引渡惡法的憂慮 和憤怒 請大家一路參與 未來幾點 民陣所召集的所有活動 多謝大家 反送中 反送中 錢惡法 錢惡法 林鄭下台 林鄭下台 反送中 反送中 錢惡法 錢惡法 林鄭下台 反送中 反送中 錢惡法 錢惡法 林鄭下台 林鄭下台 不行 我要上去摘影一下 是 我沒有摘影一下 是啊 我沒有摘影機 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有些蜜枝 是 Jermyn那裡 我帶他去拿 手指 他有蜜枝 你幫他拿 你幫他拿 可以拿 這樣 這樣 你怎麼這麼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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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照 你怎麼這麼晚 感谢观看